大家好,我是KD 現在一年一度的畢業季節又來了 很多畢業生正準備面試和見宮 要留一個好印象給別人 一個漂亮的妝容可以幫到你 我們現在做底妝的第一步 就是做底妝 用量可以先倒出來 放在油份多的位置 例如T-zone的位置 我們可以輕輕點在皮膚上面 點在額頭和鼻樑的位置 然後在面臂的兩邊 然後點在下巴的位置 然後從中間向外推開 然後推至均勻就可以了 今天用了Sofina的打底 它有幫助我們做一個控油 皮膚沒有那麼容易出油的時候 我們的妝沒那麼容易溶 也沒有需要補很多次妝 粉也不會很厚 因為補妝的次數越多 感覺粉越厚 Sofina為什麼我不介紹給新的朋友 就是因為Sofina的瓶身上 有一個建議用量 如果大家不太熟悉用量 可以按照它的用量 做完打底之後 就做底妝了 今天的底妝 就用了Dior的BB Cream 它的用法 都跟我們打底 都幾相似的 我們輕輕可以在額頭位置點開 鼻樑位置 臉頰兩邊 和下巴點開 然後我們輕輕輕地 從中間向兩邊推均勻就可以了 為什麼今天會用Dior的BB Cream呢? 就是因為今天都希望可以和一些新學化妝的朋友分享 所以就盡量簡化化化妝的步驟 以及可以介紹一些多功能的產品給大家 Dior的BB Cream呢 其實它有50度防曬 我們塗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省下之前塗防曬的步驟 另外一方面就是它的質地方面 其實它的質地方面 因為它的遮瑕度都足夠的 那如果我們不是很多瘡瘡啊 不是很多皮膚問題 那基本上呢 輕輕薄薄一陣子 就已經完全可以無問題 遮瑕了 而且它的妝感不會特別合 那當然啦 如果像我這樣生活習慣那麼差的 那經常都生瘡瘡啊 有很黑眼圈啊 那我們就可以在豆豆的位置 輕輕點點多一點 鼻樑 在黑眼圈的位置 也都點多幾點 然後輕輕地出去拍開 那基本上呢 可以看到我其實已經遮瑕到 那些瘡瘡和小小的黑眼圈了 那如果你真的很強勁的 黑眼圈和暗瘡 而BB Cream拍了幾下之後 都遮瑕不到的話呢 那你可以加上少許遮瑕膏啦 那如果你情況 沒有差到這個 嚴重到這個情況的話呢 那其實呢 這個Dior的BB Cream 其實它可以幫你 遮瑕膏啦 那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值得推介給大家的 那擦完BB Cream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就用眼線筆 輕輕地把我們 睫毛與睫毛之間的 空的位置呢 填滿先 那為什麼會介紹大家 用筆狀的眼線呢 那就是因為其實 筆狀呢 是這麼多個 眼線的產品裡面 是比較容易處理到的 那新學化妝的朋友 你都應該處理到的 那當然有一點需要注意的 就是 你不要選擇一個 那麼容易融化的眼線筆啦 造型眼線之後呢 那現在就做眼影啦 那CAM MADE呢 就是其中一個啦 那當然它裡面會附送掃的 你可以用它的掃啦 又或者可以自己用自己的眼影掃啦 那因為之前呢 已經將大量的資金 投放在別裝方面啦 那所以呢 眼影方面呢 就會介紹一些 又便宜又好用的牌子給大家啦 那做了打底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拿比較深色的顏色啦 那輕輕這樣掃在我們 近版節目的位置啦 那輕輕這樣 那樣由下向上 翻開一點點 那這個動作呢 那這個動作呢 可以令到我們的眼睛呢 看起來更精實 和更加大 做完這個深色的眼線之後呢 那我們就用剛剛的眼線筆 輕輕地加強我們眼尾的位置 那就已經可以的啦 那做好眼線和眼線之後呢 那現在就塗上碎粉啦 那為什麼現在才塗呢 那就是因為很多時候呢 我們剛剛才學化妝啦 那我們的眼影和眼線 很容易印在下眼塗 甚至掉到臉上 那所以呢 那我們就先做好眼妝 那然後如果真的掉了下來的話 我們輕輕拿棉花棒啦 清脆再煎 然後我們就輕輕拿粉泡啦 薄薄地印在那個粉 上我們的臉上 做定妝的 做好眼妝和粉底之後呢 那我們輕輕拿照片 劈一下子膜啦 然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塗一點點節目液啦 那我們可以以色瑩啦 又根部的位置呢 就向上 這樣塗的 那去到最後的地方啦 輕輕在眼尾拉一拉啦 拖一拖 這樣那個眼睫毛的感覺 就會再長一點 那有一點需要留意啦 就是譬如我們畫眼睫毛呢 你知會不會呢 在每個粒粒一塊塊的時候 我們要紓開 不要被它一塊一塊塊 在加字幕方面 今次選了一個比較縮 或比較短的字幕 它曬出來的效果 感覺比較自然 就像你本身的字幕 當然啦 如果你本身字幕已經很長 很濃密的時候 其實你刷完字幕已經足夠了 就不需要再黏假眼睛 做完眼妝的部分 現在就輪到眉毛的部分 我今天會介紹用Case的眉粉 輕輕用它那個掃 一個柔軟一點的掃 掃完整條眉的顏色 然後輕輕用角仔那邊 輕輕補回眉 還有補回少許崩了的位置 這樣其實已經可以了 眉毛方面 其實對於一個新學的化妝來說 其實是比較難的一個部分 如果你本身修眉 不太會修眉的話 其實真的建議你給專業人士修眉 因為如果你專業人士修眉後 其實橫眉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那胭脂方面 儘量選一些自然一點的顏色 不需要太閃的 或者不需要顏色太突出的 輕輕薄薄一層 掃在面上就已經可以了 那今次我介紹這個胭脂 因為它的掃是圓不回形的 我們只需要輕輕地按照它的圓不回形 我們笑起來的時候 就剛好有一個蘋果肌出來了 就在那個位置 輕輕地掃回 打一圈就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最方便 我們可以先擦個潤唇膏 支援我們的順部皮膚 就不會見到爆炸眼睛 比如這樣的情況 就出現了 那另外呢 做完那個蘋果之後 我們今天用了唇線筆 因為其實塗完蘋果之後 嘴已經很潤了 輕輕用唇線筆 幫你加一點自然的顏色 其實已經OK 沒問題了 那在嘴方面 也有少許需要注意的地方 就盡量避免選一些很突出的顏色 盡量避免選一些很高質的順彩 我記得自己剛剛畢業的時候 要面試、要見工的時候 不懂化妝 那時候有些見工的要求 是你需要需要少許化妝 化妝之後的天都會精神一點 那時候就去見工 就很徘徨 又沒有化妝品 又不知怎樣買 又不知怎樣化 那時候超級超徘徨 那隔壁的情況 一邊解釋化妝 就可以跟人們分享一下 究竟見工的時候 有些甚麼可以幫到大家 那首先我覺得 其實有幾點需要注意到的 那就是譬如我們需要 做一個漂亮的底妝 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皮膚可以反映到 很多你的生活狀況 例如你現在有暗瘡 你喜歡吃熱的東西 控制不了自己 那就會生很多暗瘡 所以其實看我們的皮膚情況 已經可以知道 就是平時你的生活狀況 那要健康 要給別人一個好印象 所以我們就需要 要藝妝 一個漂亮的皮膚 有一個好的生活習慣給別人 所以其實底妝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是最基本 最需要的一環 其實大部分的淺錢 如果我們通常畢業生 淺錢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要投資的時候 我建議大家 投資在底妝方面 底妝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一些控油 持久力強的Base 因為這個可以令到我們沒有 沒有出油 所以不用整件去補妝 另外一方面 其實現在很流行 BB Cream CC Cream 其實我們可以用BB Cream 或CC Cream 都可以 一定是化粉底的 但有一件事 大家需要留意的時候 就是你的顏色 適合你自己保身的皮膚 不要做出來太白 而且你要選擇一個 儘量輕薄一點的質地 不要選擇出來的感覺很厚 而且不需要塗很多 另外一方面 其實BB Cream 和CC Cream 都需要水粉定妝 在水粉方面 我建議大家 可以選擇一個水粉 即是粉狀的水粉 有些人會選擇2A Cake 但2A Cake出來的效果 如果你不適合 有機會很厚 所以我建議用水粉 而且水粉另一個好處 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分享 或者需要買一個小鞍 就可以跟朋友分享 其實成本就下降了 另外一個好的BB Cream 或者一個好的粉底 其實可以幫忙做遮瑕 我們就可以削遮瑕膏了 而在眼鏡方面 我建議大家 儘量選擇一些自然色系的 大地色 做出來的顏色 可以選擇一個自然的 健康的時候 我們盡量會妝不太用 我們選眼鏡的時候 如果你不想買眼鏡掃 其實你就盡量選擇眼鏡掃 裡面有附這個眼影棒 因為這個眼影棒 你可以用它上眼鏡掃 這樣就不會覺得 你需要特別買掃 在眼線筆方面 眼線筆除了要選擇 持久力強 不要那麼容易用 之外 其實眼線筆 是比較容易處理的 但當然你要找一個 因為眼線筆的質地比較容易用 你要找一支 是你不會那麼容易用的眼線筆 如果你想再自然一點 可以選擇啡色 想清晨一點 可以選擇黑色 眉毛方面 其實自然就可以了 眉粉呢 眉粉其實是一個很容易上手的工具 另外 如果其實眉毛也很中的 如果其實你不懂得修眉的話 其實我真的建議 你可以去專店找專業的時候 幫你修眉 因為眉毛對於這個樣子來說 其實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其實你找一個人修去前後 你可以自己修的 所以其實修一次 就可以注意好一段時間 這條美的眉 其實真的很划算 很值得投資 那煙枝和嘴唇方面 儘量選擇 令你有感覺好一點 那煙枝也是 儘量選擇油麻掃的 油麻掃可以方便自己用 和補妝 又不需要特別買掃 最最方便 其實任何時有一支 軟唇膏都需要戴鼻 因為很多時候 你說話的時候 要有一點點自信 你的嘴會動 很多人都會 在你的嘴方面 所以嘴唇方面盡量 不要油麻掃 其實就是我喜歡 那大家看完這個化妝的過程 之後 發現其實化妝 說難就不難 但是懷疑都不熱的 那希望各位看完我這次的介紹之後 可以順順地 你們都化這個美妝 可以回去好工吧